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点点影响 就一些小细节 比如我小时候的一些玩具啊 李扬的一些好吃的菜 但是其他大部分都忘了 我们本来是两周以后要飞到法国 但是我老爸去年确诊的那个疫情癌 情况越来越严重 他从去年九月份一直fight了十个月 fight的超级厉害 超级勇敢 李扬的医生也超级棒 但是这种癌症太可怕了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医生前天和我老爸说 他还剩几个星期 说实话我们本来心里中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听医生说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把航班盖了 我今天晚上一个人先过去 两个星期以后老婆和儿子就会过来 你会来机场接我们对吧 当然 不论什么情况 我都要提取乐观 保养或者让别人难过没有用 我还准备了很多礼物送给我的法国家人 这次我不想跟每次一样都送什么茶 扇子 筷子 我就想送一些特别就中国现代的礼物 我让你们看看我准备了什么 VR一体机 这个也是中国的品牌 怎么弄呀 我 我要送给外甥 他一定会疯掉的 中国鱼子酱就在千道湖那边生产的 全球80%的鱼子酱都来自治理 我已经带了两瓶高端的中国国产红酒 您下的 我要让我的法国家人 长期优秀的中国红酒 我还准备了一些舒服的衣服 你们看 真的是舒服的衣服 我准备了一个赌送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我没忘记我的大纸标 让舒服进入法国的此点 这个是我的儿子给爷爷写的一封信 Coucou bébé Henri 爸爸说 qu'il rentre en France 然后这个是我老婆给我爸的女朋友写的 我到法国会给她翻译 她自己没有家人 也没有生孩子 我爸是在1997年认识她的 她当时心里差得要命 因为我妈刚刚离开了 决定了离婚 我爸和她女朋友没有结婚 但是从1997年一直在一起 我爸最担心的是如果她不在的话 没有人会照顾她 所以我老婆写了一封信 让她明白她就是我们的家人 她想来到我们上海的家族 一年十年都没问题 但是这么爱独立的人 我估计她不一定会来 准备好了 这个行李箱一共26公斤 基本上里面全部是礼物 我希望我的家人会开心 然后到浦东花黄站楼 一个小时连9分钟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